這就是我們說的秘理 鳳梨的生長過程有四大階段 第一是鳳梨的種苗 第二的話就是種了將近快一年 我們來摧花 第三的話我們就是摧完花 它大概一個多月就會長出鳳梨baby 紅紅的 然後它會開紫色的花 再來就是中果型的時候 到大果時我們要套一個紙袋 或者戴帽子 我們稱為戴帽子或穿雨衣 主要是讓它夏天防曬 冬天防凍傷 然後再來就是準備要採果 所以整個生長過程是一年六個月左右 這就是標準的金鑽風 台農十三號甘蔗鳳梨 那它的特色就是冬天甜度很高 但是它還有鮮味很粗 一般來說的所謂的十七號金鑽鳳梨 叫春蜜 三到六月最好吃的 金鑽丸就是下果 就是牛奶鳳梨二十號 二十號 台農二十號 它是果肉 是白色的 乳白色 所以顧名思義叫牛奶鳳梨 特殊風味 然後再來就是二十一號黃金 品種的鳳梨 OK 那它有一個最新品種 這個人家說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 它或者人家說渣辣 你看它的葉子有一摺一摺的 有一個粉白色一摺一摺 它人家說渣辣 稱為西瓜鳳梨 就是算是 醉膽 就海藏 夠柳 calculating 阿朱鳳梨有甜 有香 有酸 它的口感三種都有 而你改良過的話 它就好像有甜 沒有想 沒有酸 嗎 像現在台灣做鳳梨酥 就要用土鳳梨 因為土鳳梨它比較有纖維 可是改良過的鳳梨 它的纖維就0.5到1公分而已 像我們這個土鳳梨有 6公分半至7公分的纖維 所以它一剝開 它的線就連在一起 所以做鳳梨是一定要用這個土鳳梨來做 它才有一個酸的味道 像這樣結果就很好出來 現在鳳梨是熱在水果 現在天氣比較涼 氣氛比較涼 假如鳳梨要炒出的話 就7月8月 是這段時間最好吃 讚啦 第一隻手在下面 下面的話擋住了 做一個支架 這個呢 敲敲板的,你知道嗎? 折下去 一丟掉蝦吧 一丟掉蝦吧 好 放進去 哦,清脆的可以 拿起來,拿起來 哦,順利,順利 我覺得拌這個更好 哇,甜